加利福尼亚州一家上诉法庭 星期四驳回了电影导演罗曼·波兰斯基提出的 对他缺席判刑的请求 这家法庭同时还驳回了受害人提出的撤销此案 不再追究的请求 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电影导演波兰斯基 被控在1977年 对当时只有13岁的那名女子下药 然后将其强奸 法庭判决她的罪名成立 但是1978年 就在法官即将宣布量刑裁决的前夕 她逃到了法国 她目前被瑞士当局软禁在家 法庭在星期四的裁决加大了波兰斯基 从瑞士被引渡回美国 听后判刑的可能性